Hello 大家好 我是Shirley 我現在化好妝 也是時候出去拍照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會去旺角新開的studio拍照 這個studio也很特別 除了地點也很方便 因為我們平時會去開 荃灣 觀塘 柴灣 這次就是在旺角 所以我也很想看看 他們的studio裝修得如何 今天他們的場景就是一個走刮場景 和一些復古的燈光效果 所以我也很期待 我這次拍的主題就是晚裝和旗袍 所以我也很希望拍完之後 看看拍成怎樣 再和大家分享 相信不少拍照的朋友 所有朋友都會認識Shirley 她說得很對 香港的studio一般都在工廠區 觀塘 九龍灣 葵聰 荃灣 大窩口 或者是柴灣 這次這個studio就很不同 它是在九龍的市中心旺角 交通非常方便 無論是乘巴士 乘地鐵 乘兆巴 甚至乎開車都非常方便 不僅如此 大家都知道旺角有一個攝影城 連內地和海外的朋友都會認識 這個就是旺角的星際城市 星際城市位於旺角山東街 西洋菜街 南 雷敦道交界 前身其實是中橋各貨 在1996年已經結業了 之後就有了星際城市的出現 這個商場是香港唯一有規模的攝影城 一上到各樓就見到第一間攝影器材公司 現在星際最熱賣的就是即影即有的系列 有各式各樣 彈色鮮艷 連相紙都是五花版本 各樣都有 電話殼 周邊產品都很齊全 這一間就是賣SD卡 以及各樣性能filter 有咪咪 相機袋 還有賣喇叭 某些相機店在小紅書很出名 周不時見到有人在走廊排隊 又有店鋪專賣菲林 除了新貨 星際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買賣二手器材 由扶手電梯上到二樓 這一層同樣都是這麼熱鬧 多數的相機器材店主打 都是二手和全新的日本品牌 例如Sony、富士、Canon、Nikon 除了攝影器材之外 有些店鋪是賣功能性電子手錶的 平行器、DJI無人機、小工具、相機袋、腳架 還有一間很大的店鋪是賣二手器材的 輾轉由扶手梯上到三樓 原來DC fever 都是這裡 轉眼就見到全場最具規模的 Leica 專賣店 M&K Camera 真是很多相機鏡頭 四行的層架分佈整間店鋪 放出來多數都是二手的 其實都有很多全新的 不過沒有放出來 如果有需要記得查詢 三樓同層還有機械手錶的店鋪 兩間店鋪都是同一個老闆 接著就到重點了 由三樓的電梯可以直達十一樓 這裡就是Studio的所在位置 同層有營機和七呎龍油 說了這麼久 都是時候看看Studio拍出來的相片效果 在日間拍攝的時候 記得好好利用連鋼位置 有自然光打入來 光線自然和舒服 配合文化磚 很漂亮 場地主要是服飾的設計 拍黑白相片非常適合 就算用到21mm的鏡頭 地方夠深 都不會有寸泵的情況 最漂亮就是背景的走進 打坐燈加上玻璃不規則的形狀 反射出來的光線 和纖片一輪 令人物更加特殊 無論橫倒直倒 同樣有體頭 大光圈的鏡頭是可以盡情發揮的 可以利用本身的延長光 都可以形容很有氣氛在上面 在短期內 我們會舉辦不同的活動 其中包括器材的使用體驗 很多朋友其實在門市去試一部相機 鏡頭 就未必拿得到真正的感覺 在這裡實戰一下 在沒有人騷擾的環境 可以慢慢去嘗試 而且這裡的氣氛非常好 特別可以拍得出那種感覺 接著就是攝影技巧班 很簡單來說 拍完一張相片之後 多多少少都要做少少的後期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教大家 怎樣去用一些小技巧 很快速去編輯到一張相片 當有一張相片的出現之後 當然最理想的情況 是將它印出來 在短期內 我們也會配置一個印象 將你精彩的相片打印出來 當然印了之後 就可以掛在這裡後面這棵牆 給大家去欣賞一下 然後我們是配置了一個 可以大家一起欣賞一下相片 以上的活動 你會喜歡哪一項 或者喜歡哪幾項 歡迎你在我們的留言板留言 會在我們的IG和Facebook公佈 再見